各位先生、各位女士们 我今天在这里要跟你们一起来 从佛教的角度来讨论冠状病毒的大流行 我的建议是佛法可以帮助 我们知道,自从去年2019年底开始 冠状病毒已经在全球传播 大多数的国家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很多的家庭失掉了亲人 每个国家经济都受到很大的影响 但是现在我们仍然不知道 这种大流行的病毒将在什么时候结束 从佛教的角度来看 这种果报是人类共同命运 它的本源就是因果的关系 很幸运的是 我们可以通过修学佛法来改变 和控制这种情况 从佛法的角度来看 命运就是因果的关系 过去的过去的业力 加上现在的因缘 它就会产生现在的果报 佛教本身并不主张定命论 而是认为命运是可以改变的 如果我们改变目前的生活 命运会受到我们的控制 如果我们以正确的方法 来修学佛法 那么我们可以改变 我们未来的业报 这个世界上 Covid-19大流行 是由人类过去 恶业所感召的 在佛教中 有一句话讲 一切都是由心事所变现的 万法为事 因此 改变我们的心事 非常的重要 冠状病毒大流行的果报 是由世界上 人类共同的恶业 所引发的 由于我们过去已经造作了 恶业的因 因此我们现在 也没有办法更改 或是消除过去的因 但是 我们如果遵循正确的方法 我们能够改变 当前的因缘 条件 和将来的果报 从佛教的角度来看 如果我们现在 改变当前内在 外在的因缘 我们可以使用 我们的修持 逐渐的控制 冠状病毒大流行的这种果报 我们如何通过修学佛法来改变 和控制这种流行病呢 我们做一个比喻 我们过去所造作的 恶因的业力 可以说 已经开始生根的恶种子来代表 但是 我们可以透过 停止水 阳光 和空气 来改变当前的因缘条件 这样的话 恶业的种子 永远就不会结出果实来 在这个批语当中 我们可以通过 进化我们的恶念 念诵佛号 念咒语 和静坐 来季节外缘 而减轻恶业种子的现行 我们可以通过 通过改变我们的恶行为 就好像遮蔽了阳光 在五界当中 我们辞 不要杀身 不要偷盗 不要邪淫 不要服用 令人迷醉的饮料或毒品 最后 我们可以通过改变 我们的语言 就好像断节的空气 在五界当中 我们不要妄语 不要两舌 不要恶口 不要欺语 能够这样的持戒 通过这种比喻 我们好好的例行 就能逐步的消除 大流行的这种果报 一旦我们积极改变了 目前的因缘 我们现在和未来 就会渐渐变好 当然修学佛法不是很容易 但是如果按照我的建议 去修的人将会得到利益 因此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 免受冠状病毒大流行的侵害 请大家随时能够诵念 阿弥陀佛 观世音菩萨的名号 或是咒语 这样一来的话 你可以净化自己的心灵 而且在佛陀 跟三宝 不可思议光明的功德加持之下 你能够远离 种种的灾难 希望你 时刻平时 都能保持祥和的心 执念博好 谢谢各位 阿弥陀佛